人权观察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中国政府在东都决散的所作所为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行 人权观察同斯坦福大学法律学院国际人权 与冲突解决诊所周一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 中国政府正在东都决散地区对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穆斯林犯下各种危害人类的罪行 报告根据人权团体、媒体和学者的研究以及中国政府的相关文件 依据国际法框架对中国政府在东都决散的行为进行评估后得出结论 及中国政府正在大规模且有系统地对维吾尔及其他穆斯林手术民族 推行大规模任意拘押、酷刑和残酷破坏 该组织敦促联合国采取必要行动 结束东都决散的人权危机 中国当局对突厥穆斯林的生活、宗教和文化进行着有系统的破坏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德森说 北京自称是在提供职业培训和去极端化 但这种说辞已经无法掩盖危害人类罪的丑恶现实 4月15日 中国各大网站纷纷报道 梁侯棉花发展协会从官网上撤下了 2020年10月发表的一份涉及东都决散的声明 在该声明中 这家行业组织宣称 东都决散地区持续存在的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指控 以及在农场层面不断增加的强迫劳动风险 导致经营环境难以维持 因此BCI决定立即停止在该地区的所有实地活动 包括能力建设数据监测和报告 经济学人杂志中国事务编辑加迪 艾普斯丹日在推特上表示 就这份所谓涉浆的声明从BCI网站消失 他向该机构做出了询问 BCI表示 他们的政策没有变 吹下这一声明是对分布式拒绝服务网络攻击做出的反应 并且最终会重新发布相关信息 中国政府对东都决散的政策控制的另一种方式 是从中国各省赵木大梁汉族人 到所谓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国兵团新闻网4月16日报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官员目前正在以原疆的命意 拒绝大学毕业生汉族学生已经开始在线报名 报告指出汉族学生小有工资 住房等各个方面一系列优惠政策 而据悉自2003年以来已有1.3万多名员工调动 台湾国防部19日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 台湾正在向美军争取购买IGM-158远征公路飞弹 路透社报道指出 虽然台湾正在自己研发长程飞弹 但台湾也寻求美国寻助来取得更先进的武器 希望让台湾的军队在两岸爆发战争时 有能力透过长程飞弹击中中国内陆的目标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19日出席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 针对数项国防法修正草案提出说明 而当立委问到目前是否有台湾小买弹 认为获得美国通知的军售案 国防部战略策划司长李世强表示 目前仅剩空军向美争取购买IGM-158远程公路飞弹的案子 中医美国国务院称 本周将发布新的更严格的旅行警告 并更好的反映针对新冠病毒的公共卫生指引 更新后的指引将大幅增加 请勿前往旅行的国家数量 可能占所有国家数量的80% 旅行警告将更多依赖于疾控中心的评估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冠状病毒持续地对旅行者构成重大风险 因此敦促美国公民慎重考虑出国旅行 目前已发布美国四级旅行警告的国家 包括查德、科索沃、肯尼亚、巴西、阿根廷和海地等34个国家 此外美国还禁止来自深耕国家 英国、中国、巴西、伊朗和南非的外国公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